而且李涛啊是八公分的一个个人模式啊 所以直线的腿法直线的拳法又好 漂亮 这也是 打转 打转 不要乱 对 打直线 现在要推开啊 推开推开 不要跟对方去爆炸 对 对方非常明显啊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跟对方打中间距离 对方的全腿比李涛差的很多 所以这种推开跟他打距离 对但是现在中间距离的吸法 对手已经明显感觉到李涛已经 对 有点防吸上李涛都特别晒 对 除了摸抱好像没有别的更多的办法 对 好 一百刀进入个地面 嗯 这怎么打 李涛在背后有一个高 李安娜是用的一个外刀啊 这就有时候在听大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变劲 身体就凝短了 对在倒地的那一瞬间 两个人的位置要换啊 或者是发力不一样 对方啊 这个手势往前走啊 这个是既有可能啊 这时候想来 哎呀 哎呀 差一点 对手位置不错啊 还是别扭 还别扭 李涛现在很别扭 哎啊李涛很快啊 李涛变了一个位置 对啊 这个已经出来 这个位置拿不准 因为手手已经离 离对方第二条 第二条尾表表了 哎呀 有了有了 哎呀 太可惜了 刚刚我还看到 对方的手手没有 够在李涛的手手手这个位置 可是李涛反应很快 反应是转的方向 李涛第一遍 哦 你看 这次拿得很深了 对 而且这下掰得挺狠的 对 这是第二次完全拿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 第二次拿到一瞬间 李涛就拍了 是 我们看刚刚手手 一个怎么禁键 一瞬间 才有禁键一个挺胖的巴力 对 其实在第一次进到这个位置 李涛有个转换 还是不错 对对对对 还是不错 你看 在这个细节啊 李涛自己把这个位置 可能是丢不掉 你看这个时候手手 已经拖一个随转了 对对 其实李涛在刚刚 对 就是这个翻转 是 李涛第一次的腿的位置 通过身体的位置都不错 是 对 很可惜 这个比赛输得有点可惜 是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 蓝方选手在第一回合 3分14秒 手臂十字共 降服获胜 和一位 最后一位 一位 最后一位 一位 最后一位